由鹿谷乡护震事务所举办的 世纪鹿谷风华百年档案展 今天热闹开幕 现场展示鹿谷乡早期老照片 及农会早期制查图片等珍贵资料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 世纪鹿谷风华百年档案展 当日在鹿谷乡护震事务所正式登场 除了有珍贵的照片资料之外 现场也展示冰冰社振元之笔 冰冰状元笔 该毛笔头重约50公斤 笔身约250公分 需三到四人合力才能够挥好 非常有看头 本所这次举办档案展 是结合在地的冰冰书院 办理文化特展 然后有展示一些 我们冰冰书院的状元笔 还有我们那个谢醒公神父的老照片 然后请洽公的民众来这边参观 今天我们办这个活动 主要就是让我们乡亲或者我们旅客 能够了解鹿谷的一些重要文物资料 冰冰社文化协会理事长汪建雄表示 资料的保存民族珍贵 也是历史纠正的重要资料 此次提供黄秀才文物 既有家书 书法 读本及聘书等等 非常值得参观 历史的研究 还是做其他学术研究 都是要以档案 有资料 文物为主 所以今天我们副政事务所 举办这个文物展 就是要让我们的南投县 这个副政工作人员 了解档案的重要性 世纪入谷风华百年档案战 以早年入谷第一 文册冰冰社黄岐山秀才的文物为主轴 展期到3月21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